各位朋友 大家好 有缘点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我希望你右下角先关注起来 为什么要关注呢 先不说我们这个视频讲的好不好 就在我们主页的合集里面的 讲了一系列的完整的 有两套战法 龙头战法 趋势战法 对吧 整个10月份 11月份 起码有几十位粉丝发消息给我 说在10月份 11月份 连续两个月 达到了20%以上的收益 通过趋势战法 因为龙头战法呢 是易学难经 但是趋势战法呢 是有普遍适用性的 所以说很多粉丝呢 从此有了自己的交易模式 对吧 非常的受益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 我们更进一步 更深层次的 来讲一下什么呢 如何选股选时 来帮助大家 在整个股票市场上面 对整个股票市场上面 有更深入的理解 那么如何去找到 好股票 对吧 从这个龙头股 从这个题材股 从这个各方各面的 这种股票 如何去选择 那么出手的时机 又如何去把握 对吧 这里面的学问 非常的大 我尽我最大的 这个能力 去给大家 尽量的 讲清楚 能尽量的 讲的 通俗易懂 能让大家去理解 那理解得了 好吧 首先呢 我们在股票市场上面 绝对是有这个 就是说高手 与低手之分的 对吧 那么低手 在牛市之中 你基本上盈利 都不一定跑得赢大盘 对不对 高手呢 他可能在牛市之中 可以大幅度的领先 指数 甚至在熊市的时候 可以做到不亏 甚至在熊市的时候 依旧可以赚钱 对吧 这个就是高手 与低手的区别 那么高手 他胜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朋友 可能想 很多票 我看到了 我也能做得到 对不对 但是同一支票 让你跟高手 一起去操作的话 可能高手 是能赚得到钱的 但是呢 水平一般的人 可能就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这里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选择的问题 切入点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常常跟大家讲 在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有自己的交易模式 那么交易模式里面 很多朋友误以为 比如说我选择 什么结构的去做 什么结构的股票去做 什么样子的股票去做 什么题材的去做 我用什么手法去做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这些 最重要的是 选股系统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就是说你如何去发现股票 你每天付了盘之后 你怎么样去找到 这种标的比较好的 优质的票 是怎么找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知道吧 只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做到好的股票 首先第一点 就是要能发现得了 你只有发现了这个票 那么它在盘中 有表现的时候 你才能什么呢 胸有成竹的 有的放肆的 找到一个送利的切入点 切入进去 这个是在实战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很多人 在股市里面 就是说出现亏损 那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说众说蜂拥 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对不对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 就在选股与选时的水平 也就是说选股与选时的水平高 你就是高手 选股与选时的水平低 那么你水平就肯定是一般的 清楚清楚吧 就是说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什么呢 这种选股啊 它并不是一种 就是说 像赌博的心态 你千万不能有赌博的心态 选股 它不是一种 就是说压宝的比赛 也就是 换一句话来说是什么呢 就不是比谁胆子大 它是一门学问 清楚吧 一定要把这个选股的问题先解决了 然后再谈什么呢 再去谈选时的问题 把选时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再谈模式的问题 清楚吧 那么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经常听很多朋友说 包括你们自己有做股票的 可能你们身边的朋友也说 这个票好 可能是那个票也好 对不对 其实股票的好坏 并没有一个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 知道吧 就是说 好的股票 你在某一段时间之内 比如说它在处在回调的时候 你做进去 你一样的要亏损 你一样的直损出来 对不对 如果说 坏的股票 比如说它跌了一段时间了 触底要反弹了 刚好你看得懂 你切进去了 那么差的票 你也一样能赚到钱 是不是 所以说股票的好坏没有绝对的 而是一个相对的 但是我们切入的时机 它是有分好坏之分的 清楚吧 所以说没有股票的好坏之分 只有买卖的时机是有好坏之分的 清楚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来讲这个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能掌握到什么呢 这个正确的选股与选择的方法 提高投资的水平 那么我就把这个自己积累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深入浅出的过程 逐步的讲给大家听 希望呢 各位朋友 认清市场 能把握住这种投资机会 早日成为高手 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好吧 各位朋友 下一个视频 就是说我们这个类型的视频 因为我讲视频都是一套一套的 一整套一整套的 我们从不讲这种 比如说讲某一个指标啊 或者说只讲一个视频 这种风扇式的 我一般喜欢讲什么呢 一套 一套就是一个系列 对吧 那么下个视频 我们开始正式的切入来讲 这个视频 我们就当是一个前沿 好吧 也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讲这个视频 好吧 各位朋友 好 我是独孤版种 打醉硬的板 喝醉烈的酒